你 香将的家人救出来了 现在该救香将了 你先别急救香将 高牧被你杀了 现场这么多人 你怎么跟左堂解释 我有很好的理由解释 公本想利用高牧 假扮于仲平 引出我共产党的身份 我杀的只不过是一个共产党 他公本自作聪明 能拿我怎么样 我让叶冲先回去休息了 你们有意见吧 属下不肯 混蛋 狗牧死了 你怎么向伤害交代 是我的责任 承交一份意外死亡报告书 我来签字 我没想到叶冲会杀人灭口 闭嘴 我给你说了多少遍 不让你招惹叶冲 你为什么不听 将军阁下 您别忘了他是中国人 您让我相信一个中国人 我做不到 好 川 孟芪 今年晚上他出现在那个房间里 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他 他是什么 他以为 里边的人是共产党 在交涉过程中 他为了自卫才错杀了人 你有反驳的余地吗 我不想再追究这件事 从今天起 你现在所有的行动 都必须由我审批治库 才能执行 听到了吗 是 于仲平是不是在你手上 单独管押 就在司令部 您要不要看一眼 你一个一个来 先去看看湘江 阁华 杨本少佐 犯人带来了 什么 少爷 人已经救出来了 我知道 担心死我了 我还以为 我现在不知道 日本人这葫芦里卖的 到底是什么药 叶冲并没有把我们和湘江的关系 告诉佐藤 就算是为自己考虑 他也不会这么做吧 背靠大树好成梁 他以后还得用到你和行和会 他不想就这么断了自己的路 再说越南他也去了 再说越南他也去了 如果将你跟他的关系抖落出去 他也脱不了干系 我觉得这事没有这么简单 找个司机我私下好好跟他聊一聊 少爷 我还是有些担心 游马地石桥离码头很近 那离日本人的巡逻兵很多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到时候咱们早点过去 避开检查的时间 联系的机会只有这一次 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那里日本人的巡逻兵很多 在这个几点中 宣传的话 交代了作人 用一个二手 我认为一简单 和颜 叶崇 王学长不可能是暴动分子 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他 他不是 他一定不是 昨天 我们把王学长的尸体 拿了回来 偷偷地把他葬在学校的后山 四大日本人进来以后 很多同学死了 又找不到父母 就都被葬在那儿 你知道吗 王学长以前 还在那儿祭拜过他的同学 可是如今 他也被葬在那儿 他也被葬在那儿祭拜 其实这些同学都不是孤儿 是战争 让他们变成了孤儿 当他们决定加入 左翼洪流的时候 就已经不是孩子了 我们也不惨事了 我们也不惨事了 王学长遇害了 于教授会不会也 放心吧 他还活着呢 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相信我 我 别难过了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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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